唱诵佛号 念念虔诚 350位马六甲慈祭志工与民众 以潮山共同迎接慈祭50周年 三步一拜 磨练心智 志工深刻体会 修行菩萨道的愿力更坚定 我们潮山就是一个心愿 就是要像菩萨的那一种 四大精神的那一个愿力 就好像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 闻生救苦救难 看上人一路带着 我们这些弟子亲身投入 觉得不做真的是很对不起 双手合十 跟着队伍缓缓前进 两位志工刚动完手术 无法跪拜 还是坚持虔诚参与 每一个人都朝着一个方向 好像才朝着我们实际方向 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不退转 感恩佛恩 也是我感恩父母恩 感恩施恩 感恩我们的法 就法亲 一直在来关 关怀的恩情 今年是50周年 认为实际 也很辛苦 走到这样50周年 我们要更精进 要更向前走 步伐一致 笃定方向 志工更有愿力 推动慈祭志业 带新闻马来西亚马六甲综合报道